我們現在來泰迪寵物沙龍 他們都是在這邊撿 因為我們來這邊撿已經 他們來這邊撿好像八年多有了吧 然後這個老闆娘真的非常厲害 他有牆上掛一堆獎狀 就是他可能出去比賽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和平啊 然後牆上每次都一大堆獎狀 然後有時候他外面還會掛紅布 然後他有去比賽德兵什麼的 所以那老闆娘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他撿出來的造型真的非常好看 所以待會我們回來接他們的時候 應該就會很可愛 都三條竹也很可愛啊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台北 然後在路上我們先買了早餐 可愛的人吃可愛的早餐 我吃這個 日式菠蘿泡芙 那你們猜不可愛的人吃什麼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海鹽蛋 我還有 買了雷神 還有這個 可愛的人吃可愛的早餐 會胖真的不是意外 會胖絕對不是偶然 我們來接那些小廢物了 我們來接那些小廢物了 那廢物咧 這是我的小寶貝 有啊 小香腸 好 好 這三個小廢物 我接到我們的小廢物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家 等回家我們再好好介紹他們 你好 醜 你沒有拍到蝴蝠欸 蝴蝠在我手上啊 她是我的小公主小寶貝 我覺得她是我的靈魂伴 那你要跟她結婚嗎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已經是1月24號 就是除夕夜當天了 那他們上次剪頭髮是1月18號 那為什麼我們會試隔一個禮拜再繼續拍呢 因為我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 已經隔了一個禮拜了 但是他們的毛看起來還是非常的膨 你確定不是因為我們很難過嗎 呵呵呵 不是 因為我 我想說讓大家看看一個禮拜之後 他們的毛會不會因此化掉什麼 可是泰迪這件衝殺 我就是覺得他們技術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 撿完之後 都會維持蠻久一段時間的 尤其是這傢伙 因為他們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會睡在那個 棉被裡面 所以他的頭非常容易被壓垮 可是 即便如此他的頭 現在還是非常的碰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一一介紹他們 想要先從前開始 OK 就要找出去 那就看你報誰就先 不行 我現在報都是壓軸 喔 喔 好 那先從最不喜歡的那隻開始好不好 那你可以做介紹 大家好 我是 小子丁 又叫做 黑海象 我平常都是吃一些蛋糕啊 餅乾那種高熱量的甜點過生活 所以我非常的胖 可是我有時候心情好的時候 會去上班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心情如果不太好 我就會請假 所以我是大鎖哥最不喜歡的那隻寵物 嗯 是第一名喔 他需要我寶寶 嗯 他是不是很喜歡我 只是因為你有體溫吧 我也很喜歡你啊 那他為什麼不去找你啊 他比較喜歡你可以嗎 而且你的體溫應該更多啊 為什麼 因為你體積比較大啊 對不對 好 小寶寶 你要開始介紹他們了嗎 喔 好喔 雖然我現在抱著他 但是我第一隻要介紹 不是他啊 嗯 你要介紹的是 我們第一隻是他 第一 熱熱 他是我們的第一隻寵物 他有小口紅耶 對 他的小口紅在這邊 那你要塗嗎 不用不用不用 好噁心喔 好那為什麼 他叫熱熱 那時候好像是希望他們活快快樂樂吧 所以一個群名叫熱熱 然後當時的我們也才18歲20歲 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創意 所以就 隨便取了個名字 而且 因為他是任養的 然後他原本的名字好像叫饅頭 嗯 對 我們覺得實在是 啊 我熱熱好像也沒什麼好嫌別人的 蛤 我熱熱比較可愛 喔 你是熱熱 熱熱齁 那他會什麼 技能嗎 他會有 他會咬人 他的地雷大概就是那一些 就是不要推他拉他 他其實都不會咬你 嗯 就是不去觸犯他的地雷的話 他是不會咬你的 嗯 那他會什麼技能嗎 他會 自己一個人玩球 好 他會自己玩 然後自己溜 然後自己溜 再自己去撿 他很胆小 他有一些奇怪的空間 他不太看整個 整個人進去 可是那也不算什麼奇怪的空間啊 不知道啊 他就 然後自己丟完之後 再回去更加的地方 對 然後就自己 玩 然後自己 然後自己丟 啊對 然後又自己撿 好心酸的感覺 對啊 所以 我們那個狗都不會丟球 跟 就是他不需要我們丟球 因為他自己丟 嗯 OK好 他就是熱熱 好啦我們在講你啊 你很乖啊 我們現在要介紹第二隻了嗎 好 第二隻就是他 我們是卡卡 也就是呢 上一隻影片中 沙發的那一個主角 你說一隻 強姦娃娃那一個嗎 嗯 沒錯就是他 哦 那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他叫卡卡嗎 哦 卡卡這個名字我們想了很久 別出新產 嗯 怎麼說 因為卡卡出生 我們養他的那一年 剛好有一位國際地區 誰啊 誰啊 都叫卡卡了 你覺得是誰呢 阿Dale嗎 阿Dale沒來過台灣 應該是Justin Bieber吧 哈哈哈 Lady Gaga 所以你是小怪獸是嗎 不是啊 你不喜歡Lady Gaga 喜歡啊 喜歡Lady Gaga就是小怪獸啊 不行我要做自己 那你是什麼 大怪獸 哈哈哈 那他為什麼 特別的絕招嗎 嗯嗯嗯嗯嗯 到處亂尿尿大便整你 還有呢 哈哈哈 沒有啦 所以 所以他的絕活就是 到處亂尿尿大便 那可以現場秀給大家看嗎 不行他早上已經大碗了 哈哈哈 而且他 他個性真的跟妳很像 怎樣 跟你就是一摸摸一樣樣啊 他為什麼跟我那麼像 因為呢他的童年我沒有參與到 他的童年都是 肺癌像在照顧的 因為那一年我剛好在當兵 所以我只好把卡卡給他照顧 誰知道能 變成這樣 他怎樣 欸他這樣很可愛好不好 你看那個肚子 你說這個吧 對啊很可愛啊 他個性很差啊 很up啊 他怎樣差 會跟 會欺負的那個 會欺負我啊 那我沒有教壞他啊 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教他啊 哈哈哈 他算是學得很成功啊 哈哈哈 他應該還是會一些絕招吧 你可以表演給大家看嗎 我們現在表演卡卡他的絕招 真的啊 卡卡 槍 槍 還沒 嘿 班哦 算成功啊 算阿 他只是很想吃一點 就表演完會起來 有點敷衍的故事 那除了這招還有別的嗎 還有一個超厲害的 很多大狗感覺都會 這穩定性比較高的狗才會吧 1960 如果他這樣一直撐著 他撐個十分鐘 我影片是不是十分鐘不用剪啊 嗯 就是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大家有想看嗎 我不知道耶 嗯 真的啊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給牠吃 我們訂閱兩萬的時候 再來 椅子在掉起來了耶 這樣算虐狗嗎 對啊我們會不會被 被東保團子拔 對啊 可是牠這樣好可愛喔 我看不到牠的眼睛啊 真的啊 放過牠了啦 給牠吃啦 好 卡卡卡 好可以 牠麻木了 牠是不是被網外掉了 好這招真的是只有卡卡才會耶 好你第三隻要介紹的是誰 第三隻就是我們偉大的福福 偉大的福福 牠是我的公主 牠跟偉大有什麼關係 牠是 牠沒想到我捐錢是嗎 牠是我的小公主 為什麼牠是你的小公主 嗯 牠根本不知道 我覺得牠跟我新年輕 牠愛活我也愛牠 可是我覺得 就我平常 嗯 跟你們相處就是 畢竟我也算是資深室友 嗯 我覺得牠沒有很愛你啊 有 牠都會來找我 那為什麼牠叫福福 因為那時候卡卡懷牠的時候 牠說 一台總共懷了五隻 卡卡是第五隻 不是卡卡 我不是第五隻生出來的 然後牠說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狀況還蠻不樂觀的 牠體型又是最小那一隻 然後牠又沒有活力 然後也不喝奶 那時候帶去給獸醫看 獸醫也說牠情況蠻危險的 牠是建議我們就是帶回家 用熟奶的方式圍看看 看能不能把牠救活 那一陣子過得還蠻辛苦的 因為好像每隔兩三小時 就要餵牠一次 所以我們半夜的時候 又要起來餵牠 對所以 醫生是說如果 我們當時如果沒有餵奶的話 牠大概出生了五個小時左右 就會往生 所以我們就遵照醫生的指示 就是去買奶粉啊 然後親手把牠奶搭 那我們原本是打算要把牠送人 那時候 就跟阿翔說 如果可以好好活下來的話 我們就養 真是斷孽緣啊 什麼啊 那是我小狂兵 可是牠花了不少錢 可是牠很可愛啊 嗯 很可愛 很可愛 那牠會什麼絕活嗎 很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牠沒有裝可愛好不好 牠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一直覺得牠在裝可愛 牠這張臉 你能夠說牠不可愛嗎 Lankeia 牠長這樣 你說牠不可愛 好 給大家看牠長 喔 好像娃娃喔 對啊 我喜歡牠的手手 你看牠手手好小 好可愛喔 手手好可愛 可是我覺得牠現在看起來蠻驚悚的耶 牠好像很害怕 你才怎麼驚悚 所以牠除了 牠就沒有別的絕招對不對 嗯 牠其實不太會什麼 牠真的什麼都不會 就是笨狗 唉呦 不要這麼為難牠嘛 你還是我在追愛愛你知道嗎 嗯 如果一個海象同時掉到水裡 我會先救你你知道嗎 我不會去救海象 我一定會先救你 笨 都叫海象了海象會游泳好嗎 那你會游泳嗎 不會 笨 你好可愛喔 你知道你旁邊有一隻狗 一直想跟人撒嬌嗎 笑口紅 可是你有那個口紅的 也沒辦法埋進你的身體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很像把牠口交啊 會碰到牠的口紅 好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查理 那牠是怎麼來的啊 牠是我們跟朋友正娘來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朋友是救援 一隻母貓 然後那隻母貓有帶 就是有大巴豆 哈哈 牠就生下了很多隻小貓 然後我們就正娘了一隻 全身虎斑的查理 那為什麼會叫查理啊 其實這是有預謀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養了三隻狗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還要再養一隻貓的話 叫牠查理 然後我一直 我一直不敢講牠講這件事 直到 就是去年我們在認養的另外一隻貓 叫做布朗的時候 到時候哥哥才懂 為什麼牠叫查理 因為查理布朗 對 我當初叫查理的時候 就是有預謀說 我還會再養一隻貓 然後我要叫牠布朗 但是我一直不敢講這件事 那牠會有會什麼東西嗎 喔 查理就跟狗一樣 牠會等嗎 喔 對阿 每次一回家的時候 牠就會喵喵叫的衝過來找你 對 牠會等嗎 牠真的 我從地下室開進來之後 然後牠就在那個 樓上等我 牠聽到聲音就在等我 我一開門之後 牠就會跟著我一起走到那個 我的房間 嗯 而且就是一路 牠不是尾隨我 牠是走在我前面 然後看著我 牠會隨時回頭看我的腳步 有沒有跟上牠 牠就是要跟著我進房間 牠是不是跟狗相處太久 被狗通話了 對而且牠跟貓不一樣的是 牠非常好叫 嗯 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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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牠非常好叫 我覺得腹部都沒那麼好叫 而且牠非常喜歡這個 這好像很多貓都喜歡這個對不對 嗯白屁股 而且查理的個性非常的好 牠不咬人 不打人 不欺負人 牠整天就是睡覺 而且牠冬天非常的怕冷 牠就會躲在棉被裡跟我一起抱著睡覺 嗯 真的 我真的吵了牠 牠覺得就是我的 TOP1 那卡卡呢 TOP1 牠們兩個就是不分宣制 How about me 你不能跟寵物比 我比較特別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你是植物 要籤樹 卡 那你要換下一 我們的第五隻寵物嗎 好 第五隻當然就是我們的 布狼 布狼 布狼就是比較擊白 牠就是叫不過來 布狼 喔 出來了 對 好 再來就是要介紹我們的 布狼 這隻貓真的是非常的擊白 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牠的生日跟大手祝哥是同一天 因為我們是在 4月15號的時候去 社工所任養的 嗯 然後我們就挑了一隻全橘的橘候 因為我就是非常想要橘 因為牠的ื่奎會是分頭 濕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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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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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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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會做布狼的個性非常級拌呢 因為牠 因為牠 牠非常的 拔刀嘛 不只 而且牠很討厭被碰 啊 好痛 很痛 很痛 好,很痛 好,他沒辦法入鏡 因為他實在太難控制了 大概介紹一下布朗的話 他就是,他非常的頑皮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年紀非常小 因為他還不到一歲 現在他非常的好動也很難控制 然後他現在就是家裡面的霸王 他真的是霸王 他現在每天就是壓著查理打 他就是霸凌查理 然後查理都只會喵喵叫 完全都不會反擊 因為這個芝加果就是個性非常好 他就是整天四腳朝一給人家打 他會一直慘叫 就是他還是有非常可愛的時候 他只要在睡覺的時候,他是怎麼叫都叫不醒的 他只要不想起床 你怎麼叫他都沒有用 他睡著真的跟天使一樣 我就是我的天使 可是醒來的時候就像惡魔一樣 他這個殺性很重 可是其實我很喜歡這種 他就是很有個性的寵物 我覺得他很有個性 是嗎 對啊 像這些就是無心無地 那你好好跟他相近相愛囉 對啊,雖然他每天都會咬我 可是我每天回到家的時候 我還是會給他一個擁抱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然後我還是會給他一個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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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有查理布朗尼 我們不會再有下一隻好嗎 對啦 那你要自己去你先大便剪的不夠多是不是 不是都是我在剪嗎 你確定都是你在剪嗎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不要忘記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掰 我們不會有下一隻了 掰 會踢到奇奇怪怪的地方 狗尿完尿之後會用沙子掩埋自己的尿 要遮味道 可是這是瓷磚地 而且你踢錯地方了 埋的位置也不對啊 衛生紙把它擦 謝謝大家